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西藏,我是Coco 两性交往啊,男人这五个动作越多,女人越毫无抵抗力 第一点呢,就是总是习惯的问你同一个问题,在干嘛 频繁的问你这个问题的男人呢,肯定是想要时时刻刻的 知道你在干嘛,做些什么呢? 他肯定是关注着你,关心着你 因为呢,害怕失去你,所以呢,他就会这样的患得患失 明明还没有跟你确定关系,却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他总是呢,忍不住的想知道你的一个动态 无论呢,你今天吃了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跟朋友去了哪里玩 还是呢,你今天在家里只是睡了一觉 他总是呢,害怕你走丢,离开了自己的一个视线 第二点就是,他难过的时候懂得陪伴和安慰 大部分的女人的一个内心呢,都是比较脆弱的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都会显得手无如措 刺刺的女人呢,其实最需要男人的一个肩膀依靠的 所以男人要明白啊,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陪伴在她的一个身边,好好的去安慰她 这样呢,才能够让她习惯你的一个存在 才能让她习惯的依赖你 第三点就是,罪一定要填 想要追上女孩子,有钱,送奢侈品都是一个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男人的一个罪一定要填 女孩子最怕的就是男孩子对自己啊,说各种各样的一个甜言蜜语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扛不住啊 不停的对自己说各种甜言蜜语 女孩子为什么会经常的和你闹呢 因为他们想要你哄她 大家都说啊,女孩子是靠哄的 那怎么哄呢 没事呢,就多甜言蜜语 伺候女孩子就会呢,对你啊,越来越上瘾了 第四点就是小心眼 在爱情的面前较真 这很多的一个情侣当中呢 最后无奈的分手 大部分都是一个原因 当男人在吵架的时候呢 还要争论谁对谁错 那么就算呢,这一次和好 下次啊,同样的一个悲剧呢 还是依旧的会发生 所以呢,不要以为女人提出分手 只是呢,一种冲动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啊 一定是对你很失望的 所以男人在这种情况呢 要适当的低头 即使呢,自己是对的 那又能怎么样呢 第五点就是 街上呢,为女人细鞋带 爱情会让一个男人 变成世界上最温流的人 两性交往的时候啊 如果有那么一个男人 在任何的一个地点 任何的场合下呢 都愿意蹲下 很自然的为女人细鞋带 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是最能够打动一个女人的真心的 不妨想想啊 男人对女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深情 才能放下自己的一个身段 放下高傲,放下面子 只是呢,想给女人最简单的一个依靠而已 所以呢,在大街上啊 为女人细鞋带 这样的一个男人 不仅仅是纤细的一个暖男 更说明了 他为了心爱的女人呢 可以不顾一切 两性交往女人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疼爱自己的一个男人 而这样的一个爱啊 往往来自于呢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繁琐的一种小事当中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